这个女孩每天起床后都要被绑在轮椅上 因为她是人类变异后生下的孩子 平时这些丧尸二代和常人无异 但只要闻到鲜血的味道 他们就会露出丧尸的 为此 科学家在科研基地批量训练这些丧尸幼崽 试图研究出丧尸疫苗 他们每天都会观察他们的生活习性 然后绑在特制的轮椅上学习知识 几年的洗脑下丧尸黑妹已经和人类无异 在上课时 他会说老师早上好 甚至就连士兵关押他的时候 痛哭流涕 这天他忍不住想去抚摸一下这个孩子 结果却被士兵阻止了 因为他们表面再单纯可爱 也是一个试醒的丧尸 随后士兵就擦掉胳膊上的隔离霜 放到丧尸二代面前 果然在闻到鲜血后的丧尸二代 一个接一个地张开了嘴巴 好在智商高超的黑妹 强忍住诱惑 没有张开嘴巴 殊不知 正是这一举动 也让博士注意到了他的不一般 四日 士兵就把他推出实验室 想测试他的血清结构 这是他第一次感受到外面的空气 这样的感觉 让他心里有说不出的兴奋 然而黑妹刚被带进实验室 基地外的丧尸群就冲了进来 而女护士 显然没意识到危险的降临 女人不慎变成了一只丧尸 她在房间里 疯狂寻找能吃的食物 然而在她面前 就有一个躺平的小女孩 趁着丧尸不注意的功夫 女孩赶紧拿出数数刀 割开了身上的绳索 然后慌忙逃出了房间 此时的基地已经丧尸横行 不断有人被扑倒 可女孩却能毫发无伤 因为她是人类在感染后生下的丧尸二代 所以丧尸才不会感受到她特殊的气味 直到闻到鲜血后 女孩就再也控制不住 猛地扑过去大饱口服 好在这是她第一次尝到鲜血 很快就陷入了晕厥 关键时刻 老师及时把她抱到了汽车上 才暂时逃过一劫 由于研究基地已经被毁 黑妹已经成了他们唯一能研究出解药的丧尸二代 更是人类最后的希望 为了防止她咬人 士兵给她戴上了口罩 放在车顶上运输 很快他们就来到了河边取水喝 没想到这时有几个丧尸冲了过来 尽管他们赶紧上车 但其中一人在临走时 还是被丧尸咬伤 无奈他们只能趁他没变异前赶紧开车离开 可还没走几步 他们的车子就不幸抛锚 因此他们只能选择最危险的不行 更困难的是 末日下 他们需要干净的水源和物资 才能保持体力 而对面超市外 早已围满了大量丧尸 根本无法强冲 只能智取 紧接着 几个人就涂满隔离霜 伪装成丧尸的样子 走了进去 这个女人发现了一个奇怪的丧尸 只见她推着婴儿车不断溜达 好奇的博士 故意用脚挡住了车轮子 等她慢慢打开一看 彻底傻眼了 随着丧尸母亲被唤醒 几个人立马杀出一条血路 躲进了超市里 因为婴儿车里的孩子 是个丧尸二代 尽管和常人无异 但也是个丧尸 而他们关押的黑妹 同样也是个智商超群的丧尸二代 现在只有黑妹的血清里 才有可能提取出疫苗 等他们恢复好体力后 就准备离开 但外面布满了尸群 他们根本不敢贸然行动 这时 黑妹提出意见 说自己可以去吸引丧尸 让他们逃出这个地方 尽管她的想法很荒谬 但他们只能同意 果然 黑妹出去后 外面的丧尸 根本不会攻击她 等她找了一圈后 就盯上了一个无辜的旺财 只见她故意 把旺财放到地上 吸引丧尸的注意 然后让被困的几个人 顺利地逃出了这个地方 本以为找到一辆 能移动的装甲车后 他们就能顺利离开 可关键时刻 一群人全部都被迷晕 因为博士 老就被丧尸咬破了手掌 眼看着自己 马上就要变异 她就立马把黑妹放到手术台 试图帮自己解开丧尸病毒 怎料关键时刻 黑妹却醒了过来 因为她是一个丧尸 根本不会被迷藥迷晕 看着博士自私自利的模样 黑妹对人类彻底失去信心 于是直接冲出去 点燃了带有丧尸病毒的大树 随着烟雾不断蔓延 所有人都感染了这场病毒 而唯一幸存的人 是关在装甲车里的老师 最终她也没有失去自己的工作 而是在装甲车里 继续教其他丧尸二代学习 很明显 现在的世界 已经成了黑妹的世界 很多人看完电影 都会说 女主在利用女老师 但我想 不是一般的丧尸片 而是讲述 人类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 被一个与人类同等级的 新生种族偷袭团灭的故事